而公务员薪酬成本增加4.9%的现象也需要加以检讨 财案的提成虽然没有胎死附中 不过一些政治人物始终担心 国会会在财案通过前就解散了 公正党8285区公会议员沈智晴就提醒 从投票组建新内阁 参调需要大约6个